国库空股投入10亿令吉 辅助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创新公司 哥打哥文宁一家工厂 氮气爆炸 三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中国广东遭遇了严重洪灾 清远是因为北疆溃低 造成了多户沿岸房屋几乎淹没 11个人失联 政府看准新创企业 以及半导体领域的发展前景 希望打造良好的投资及创业环境 首先都是李安华就宣布 国库空股会投入10亿令吉 辅助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创新公司 此外在雪州政府配合下 我国也将设立本区域最大的集成电路设计园区 追求更高价值的IC前端设计领域 首相安华亲自插卡 为期两天的吉隆坡20峰会正式拉开帷幕 在这场集合了政府决策人 大型初创企业以及投资者等涉及新创领域发展前景的场合上 安华向外界展示了我国智力发展新型初创领域的决心 他宣布国库空股将注资11令吉 设立国家基金中的基金 用来投资我国高增长的创新公司 安华 安华说在涉及初创生态系统的25个指标中 外国投资者对于我国的信心不断增加 这有助于我国打造高科技先进企业 安华在会上也正式推荐吉隆坡20行动文件 当中罗列了完整的路线图 包括政府重要的创新举措 借此促进投资者 风险投资家 人才 创业中心等融合交流 推动我国初创科技领域的发展 安华今天也同时宣布 12家国际风险投资公司 将在吉隆坡设立据点 强化我国培育初创企业的力量 同一时间安华也宣布 我国将在雪州设立东南亚最大的集成电路 也就是IC设计园区 希望引进世界级的厂商 并和台湾知名的半导体公司 ARM等国际企业合作 安华说我国现阶段已掌握IC产业链的后端 凭借这个优势 我国可进一步追求更高价值的前端设计工作 安华也说希望更多高科技公司 在我国设立运营研发和区域中心 作为服务亚洲和东南亚市场的据点 而在今天的吉隆坡20峰会上 首相南都斯里安华也宣布 首都吉隆坡将会和中国杭州 缔结初创城市对接关系 安华说 经历了这个关系后 双方在经济连通上的障碍将会消除 有助吉隆坡成为真正的经济门户 吉隆坡市场 首相南都斯里卡玛鲁扎曼 今天在峰会上和杭州常务副市长陈景 签署了缔约关系意向书 安华说 亚洲各大城市缔结合作关系 不只能够加速企业发展 还有助于相互协调监管 并促进两地的连接与流动 他还说 城市间的合作也反映投资者 对初创企业生态环境具有信心 让我国有机会打造尖端的高科技企业 另外同样出席吉隆坡20峰会的 数码部长戈彬新表示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我国的数码经济已经成为了 国家其中一个主要的经济支柱 占国内生产总值23% 而我国在今年第一季度 就有193家企业 获得了政府颁发的数码地位 戈彬新今天在吉隆坡20峰会上致此时透露 我国近来也和德雷坡创业大学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将会在吉隆坡设立西谷以外的第一个校园区 这将对支持和引导风险资本 以及有意进军我国的初创企业 在扩大企业版图上至关重要 同时美国调查机构 Startup Genome报告显示 我国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估计价值460亿美元 或2200亿令吉 并且还在不断地增长 当中还有超过3000家本地初创企业 在不同的领域拖展业务 随着财政部长顾问团任期 已经在今年2月届满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成立了一支政策咨询委员会 负责为首相提供与昌明经济相符的国家发展 经济任性相关的顾问服务 首相办公室发文告指出 以国优公司顾问丹斯里哈山马利肯为首的资委会 成员就包括了拿督阿莫弗亚阿里 教授姚金龙以及农沙里阿莫拉迪 都是之前财长顾问团的成员 首相办公室说 这个委员会将配合昌明经济架构 提供国家发展与经济抗压性相关的咨询服务 不过政府不会支付薪资 随着哈山马利肯为首的财长顾问团任期 已经在二月届满 所以成立了这一个资委会 安华授权去年三月成立的财长顾问团 展开了四个重点领域工作 分别是政府收支 补贴及社会保障 关联公司和国债 顾问团所提出的建议 获得适当考量后 有一部分正在进行中 中东地缘政治紧张 外交部表示 我国目前没有迫切需要 从伊朗、约旦和黎巴嫩 展开撤侨行动 除非国家安全理事会 有进一步指示 无论如何 外交部会时刻监督局势发展 中文字幕提供 针对阿联酋大水灾 外交部长 杜斯里·莫哈·莫哈山 今天出席部门开斋节活动后 在记者会上表示 我国驻迪拜领事馆 持续与外交部保持沟通 并证实这次水灾 不殃及我国公民 莫哈·莫哈山除了慰问 阿联酋向死者致哀 也希望阿联酋挺过难关 同时期盼当地航空领域 在内的其他系统 尽早恢复正常 阿联酋上星期遭遇暴雨袭击 迪拜一天内降下两年的雨量 新古毛州议席补选即将开打 马华和国大党究竟会不会助选 成为焦点 也是国阵熟理主席的 纳杜斯里·莫哈·莫哈山强调 团结政府盟党之间的合作 亦如既往坚定稳固 他也否认马华和国大党 被格选举不选因为国阵尚未开会 商讨助选事宜 我认为不选择 莫哈山今天在布城出席 部门开摘节门户开放活动后 授寻时表示 身为团结政府的一份子 国阵会支持 也有责任确保团结政府的候选人 在新古毛补选中胜出 他强调 基层竞选团队之间没有问题 他们会专注赢下这场补选 他也否认国阵内部有秘密举动 要抵制团结政府的候选人 是的 新古毛补选 如果没有意外 团结政府的候选人将会来自行动党 就在马华表态 可能不助选的节骨眼上 火箭全国副主席尼可敏间接喊话 希望国阵到时可以发挥 互助精神 全力助选 另外针对火箭资深领袖邓张钦 挑战马华退出国阵 雪州马卿团长陈杰森怒斥对方 管好自己 不要对别人的家事 指指点点 新古毛补选这个星期六提名 国盟昨天预告将在星期四公布候选人 也是房地部长的尼可敏 今天在以利出席活动之后就透露 团结政府预料星期三揭晓战将 尼可敏感谢国阵的老大老二 也就是阿摩扎西和摩哈摩哈山 表明将会为来自团结政府的候选人 全力助选 尽管候选人至今还是个谜 但是尼可敏提到 武统去年上阵伯朗埃州席补选时 火箭落力助选 所以就希望这回 无论候选人是谁 国阵也要拉大队协助拉票 彰显团结一条心 尽管能不能 尽管能不能 尽管能不能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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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gaimana DAP kampen berhadapis UMNO UMNO juga akan buat yang sama orang yang buat baik kita balas dulu MIC đã memberikan komitmen untuk berkampen ini telah disahkan oleh Yangat-Yamat Berhormat Perdana Menteri semalam M.I.C. akan terus berkampen bagi wakil kerajaan 实际上 马华和国大党之前表态 如果团结政府候选人 不是来自国阵 他们就不助选 但是最新的事态发展 明显就是国大党 貌似回心转意了 同意助选 至于马华的立场是否有变 结稿之前暂时还不清楚 针对雪州前行政议员 拿渡邓张钦 昨天在脸书发文表示 既然马华无法按照团结政府 以及国阵精神 支持西蒙上阵新骨矛 那不如就趁机宣布退出国阵 雪州马卿团长陈杰森 接受本台访问时 反而建议邓张钦 不如加入马华 无论是邓昌钦 或者是德里萨凤 三番四次要求马华 退出国阵的言论 那我觉得他们就像小三 迫不及待要求正宫离婚 所以他们可以明媒正取 所以在这里 我想挑战退而不休的邓昌钦 既然你对马华那么有抱负 那么有理想 你应该加入马华 提出你的改革 陈杰森认为 只要不是国阵候选人上阵 马华就不助选 这和之前马华在六周选举的立场一致 那针对新骨毛补选 马华的立场是 只要不是国阵的候选人 我们就会去助选 这与我们在六周周选的时候 的情况跟立场是一致的 只要是国阵的候选人 我们必顶全力以赴 而只要不是国阵的候选人 我们没有义务去帮助他们 毕竟我们没有理由脑门的热脸 去跌别人的冷屁股 那更何况是一些 不喜欢马华的政党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之前的不喜欢马华论 除了惹怒中央领袖 呼吁用选票说话 似乎也让马华基层愤恨难平 陈杰森补充 除非行动党要加入马华或国阵 那火箭就有资格要求马华怎么做 不然就别阻止马华监督政府 他促请火箭管好自家事 别人的家事轮不到火箭指指点点 除非火箭是马华的家人 拔头空间许文杰整理报道 男老师打女老师案 警方今天获得停令 延长扣留男老师三天 以调查此案 欢迎回来 雪狼儿沙亚南疙砸甘门宁一家工厂 今早发生氮气爆炸事故 事发工厂的三名员工在爆炸事故中受伤了 那其中一个人伤势严重 目前正在发生中央医院抢救 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另外两名伤者伤势比较稳定 雪州消整局长万莫哈莫拉扎里表示 当局今早10点14分接获紧急投报以后 立刻就出动了12名消整员和3辆消防车到场救援 万莫哈莫拉扎里在文告中证实 一名64岁的华裔男子 和35岁的乌裔男子 莫哈莫纳兹米 伤势比较稳定 至于另一名32岁的乌裔男子 莫哈莫哈兹里 伤势严重 情况危急 三个人目前都在巴生中央医院救治 初步调查显示 工厂员工正在进行气压测试时 突然就发生了氮气爆炸 当场就炸伤了三名员工 一支特别小组也到场搜查 确认爆炸现场是否存在化学物品泄漏威胁 当局也证实 爆炸并没有损害厂房的结构 为了逃避高额的关税 两辆泰国注册车牌的货柜罗里 铤而走险 企图从邻国 走私含税价值超过 80万令吉的汽车轮圈 进入我国 不过 玻璃市关税局在关卡 成功拦截他们 三名男子当场落网 玻璃市关税局主任 26个车轮圈 但在海关申报表上 只申报了1190个16寸到19寸号的车轮圈 另外1436个15寸号的车轮圈没有申报 涉及的逃税16万6081令吉 这批车轮圈准备供应给吉隆坡市场 相信每一套售价超过2000令吉 三名被捕男子分别是一名公司中介和两名分别33岁和51岁的司机 有走私汽车零件的前科 当局会援引1967年关税局法令133-1-1条文 逃税申报的角度调查案件 涉嫌在学校食堂殴打女老师的男教师 今天被掩扣三天 协助调查这一宗老师打老师的荒唐事件 另外机场枪击案嫌犯哈菲组掩扣欺满 吉兰单推示厅 批准再度延扣他五天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涉嫌打女老师的男老师 今天起遭延扣三天 直到星期三协助调查 干马碗警局主任韩亚拉南岚指出 49岁的男老师昨天晚上9点在教师宿舍被捕 今早8点半被押上干马碗推示厅 申请延长扣留 老师打老师事件 昨天早上6点55分发生在干马碗一所国小的食堂 男老师不但拳打32岁女老师的左眼 导致对方左眼淤青甚至还用脚踢他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323蓄意伤人条文和506刑事恐吓条文立案调查 上个星期涉嫌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大厅朝妻子开枪 却打伤妻子保镖的嫌犯哈菲组掩扣妻戒满 吉兰丹哥达巴鲁推示厅今天批准二度掩扣嫌犯5天 直到27号继续协助调查这起枪计案 38岁嫌犯哈菲组今早身穿橙色扣留服 在单州特别罪案调查组警员的押送下 抵达哥达巴鲁推示厅 推示阿末沙菲克援引1971年军火法令第8条文 批准警方二度掩扣哈菲组长达5天 哈菲组这个月14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开枪 企图谋杀妻子 但子弹却击中了妻子的保镖 导致这名保镖腹部重弹陷入昏迷 经过两次腹部手术之后 伤重的保镖昨天终于恢复一时 登加楼州政府市议会机构一名前官员 5年前涉嫌滥用职权之变 虚报申领将近2万令吉伊斯兰援助金 却将援助金收进自己的口袋 今天与妻子双双被控上刮灯地庭 64岁的拿督莫哈莫扎哈里面对一项贪污指控 而她41岁的妻子利蒂亚则面临八项控罪 但两人都不认罪 控状显示 莫哈莫扎哈里是在2019年9月利用职权之变 四度委任由妻子利蒂亚拥有的公司 负责收取伊斯兰援助金 抵触了2009年反贪会法令 至于她的妻子利蒂亚则是因为虚假申报将近2万令吉援助金 抵触了在刑事法脸420欺骗极不诚实的引诱他人移交财务条文底下的八项指控 地庭法官允许两人分别交保7000和1万令吉 各自在一名担保人担保下保释外出 两人也必须交出国际护照 每个月到反贪会办公室报到 案件将在5月20号过堂 一名由中原主涉嫌在脸书发文威胁国家元首 今天被控上吉隆坡地庭 他扶手认罪被判罚款12000令吉 根据控状45岁的被告三苏里被控在去年8月13号 透过脸书Sambanja Perak账号 蓄意用图片的形式制作和发送 含有威胁国家元首内容的贴文 逼出了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1A条文 并可在相同法令的233-3条文下同读 一旦罪成 可判处最高一年监禁或最高5万令吉罚款或两者监失 如果被告无法缴交罚款将会以坐牢6个月代替 阿末扎西用宣誓书支持那几居家服刑 扎夫鲁就说扎西的说法有错误后 现在入禀法庭要修正 雪兰儿乌鲁冷月登山客失踪17个小时后 证实死亡 稍后有详情 前首相拿杜斯里纳吉申请居家服刑案 有了最新进展 是的 投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东姑扎鲁今天向吉隆坡高庭申请准令 以入禀宣誓书纠正副首相拿杜斯里阿姆扎西针对前首相纳吉申请居家服刑的证词 根据东姑扎鲁的代表律师 他们收到指示入禀宣誓书 因为据称扎西宣誓书的第六段内容出现错误应该纠正 代表律师也表示 根据记录东姑扎鲁对于双方的争议不抱持任何立场 只是希望能确保事实以中立的方式准确的呈堂 根据阿姆扎西早前的宣誓书 他在今年1月30号声称 东姑扎鲁曾在1月29号在他的住家会面时 把时任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允许纳吉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剩余六年监禁的附加狱令告知了他 纳吉得知有关附加狱之后也寻求许可以立即加以执行 水狼儿乌鲁冷月发生登山客疑似失足的死亡意外 登山客失踪了足足17个小时后找到了遗体 这起事故发生在怒昂山一带 这名登山客昨晚大约8点通报失踪 雪州消整员马上展开搜救行动 入夜后一度喊停搜索 接着在今早重启第二轮行动 初步怀疑死者是失足吊河 搜救人员跟着水流找寻了大约三个小时后 下午1点终于在距离通报失足地点的大约4公里外 发现遗体 死者是一名36岁男性 确切死因和身份不详 国家石油计划在马六甲海峡的浪卡素卡盆地 展开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工作 引发破坏环境的担忧 天然资源及永续发展部强调 有关计划仍处于勘探阶段 所有新的开采项目都必须符合环保法规 政府会扮演好监督的角色 距离弗洛交移更只有20公里 森林监督组织早前发文告说 担心石油勘探不仅破坏环境 伤害生态 更和我国绿色能源减碳的目标背道而驰 对于近年来在瑞典等国倡导的慢跑捡垃圾活动 聂纳兹米今天在吉隆坡和瑞典驻我国大使 以及学省一起实行后 赞扬这项活动不止有助锻炼身体 还有助清洁环境 若在我国大力推广 将对环境带来正面影响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预测 我国政府减少补贴之后 仅仅为国家收入贡献了0.8% 不足以对财政节约带来预期效果 为此他列出三大建议来整顿国家经济 包括改革养老金计划 设定有效税收制度和投资政策 Malaysia needs to first set and then obviously communicate and implement a well-defined revenue target which will then determine the optimal mix of tax instruments on pension reforms, reforming pensions by reducing a defined contribution scheme for new civil servants is a good starting point to address Malaysia's high spending rigidity charting a well-thought-out investment policy 阿普瓦桑吉在今天的国行记者会上表示 受到内需的推动 世界银行将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 预测维持在4.3% 至于外来投资增长 预计将会继续成下降趋势 我国的外来直接投资增长 从前年的12.4%下跌到去年的5.4% 但是去年整个东盟国家的外来投资增长 都齐齐下跌 通货膨胀加上各种生活费一路飙高 沉重的开销 每每把我国许多家庭压得喘不过气来 为了帮助这些弱势家庭减轻生活负担 马来西亚雀巢宣布重启终身薪金 有奖竞赛活动 国人只需购买20令吉的指定雀巢产品 就有机会赢得终身奖金 余生不必再为收入发愁 来看一则商业咨询 继2020年新冠疫情实施行动管制令期间 首次推出终身薪金有奖竞赛活动以后 睽違四年 马来西亚雀巢公司如今宣布竞赛重启 这次竞赛将从17名参赛选手中 决出两名幸运儿 他们将可赢取每月高达 3500令吉的终身薪金 这是一个选择的经济时 我们知道价格上升了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来帮助它回来 也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来认识这些公司 帮助大家的支持 再来帮助所有马来西亚人 长达十个星期的竞赛将会送出 超过400万令吉的奖金 与此同时 17名决赛入围者 各自可提名一间慈善机构 这些慈善机构将获得大马雀巢的善款 我们一直保证 我们与我们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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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他们的既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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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竞赛活动将从5月1号开始到6月30号结束 预知更多详情可以浏览活动官网 印尼两名落败候选人挑战选举结果 以失败告终 一个月内的第四次 朝鲜再向东海发射多枚疑似弹道导弹 招致日本韩国强烈抗议 下节新闻关注国际焦点 欢迎回来 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发威 水文气象越来越难预测 也越来越严峻 中国广东今年就提早出现汛漆 持续的强降雨在多个城市引发大水灾 今早雨势已经缓和 但是还有11人失联 同一时间专家警告 欧洲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酷热天气 已经去到人体无法承受的阶段 夏季经常爆发红烙的中国广东 多年来已经对汛漆做了大量的防御措施 但从星期四开始持续又狂暴的雨水 使得最近几天的降雨量比平时多了一两倍 多个地区的四月雨量已经破纪录 来到星期一还是有多条河川水位大涨 在重灾区清远 流过城市的北江 周末决堤 淹没了沿岸房屋 许多地方只看到屋顶和树顶 一些灾区水深达到成人的景象 救援人员必须在浑浊的水流中救人 网上不少影片也显示 湍急水流冲刷道路 交通工具乱成一堆 至于在韶关 土崩困住了村民 必须出动直升机把人救出来 救援人员甚至得徒步进入 连外交通中断的区域救人 另外 赵庆和江门 也是这次洪涝的重灾区 专家分析 全球暖化使得神州的天气现象 威力越来越大 可是也越来越难预测 很多时候 破纪录降雨和旱灾会同时出现 事实上 这次广东汛期已经提前到来 逐渐成为常态的非季节性水灾 让广东人非常担忧 就是阴德 阳山 那边的洪水是比较严重的 比严重 有多么严重 一楼 一楼过顶了 基本上一楼都过了 很多 不过都提前 现在都有提前做措施了 很早都已经搬走了 就前年开始吧 这算是下来是比较大的 还有今年 因为以前很小 以前很小的时候洪水 它涨到这个位置的 主要还是泄风 虽然今天的雨势开始减少 可是一些学校还是停课 在清远 之前还有住校生必须撤离校园 整体而言 全省有36所房子坍塌 48栋严重损毁 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1亿4060万元 折合大约9300万令吉 在欧洲 这个全球最快暖化的大陆 欧盟气象监测机构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 和世界气象组织星期一警告 气候变迁继续拉高气温 欧洲逐渐面对人体不能承受的酷热 去年的极端天气已经是一季警钟 7月的热浪将41%的南欧地区 推入强烈 非常强烈和极端的热硬机 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范围 在意大利部分地区 死亡个案比正常状况多了7% 在西班牙 法国 意大利和希腊 部分地区有高达10天面对极端热硬机 也就是体感温度超过适时46度 过去20年 欧洲的酷热死亡个案增加了大约三成 政府受处调整公共卫生体系 为气候变迁做好准备 欧盟也必须立法保护户外员工 中国广东的严重洪涛不但冲毁了河地和房屋 大量的农作物也被迫报销 重灾区清远的农民就申诉 洪水在一夜间就淹没了他们辛苦种植的田地 损失将近人民币百万元 折合大约66万令吉 真的是血粉无归 没有了 洋都没有了 你损失十几万 我们几下没有田 现在全部浸了 还有谷的 有卖的 都没有人来 今年政府没有来 往年有的 今年没有人来 当地农民说 今年的谷物销量原本已经走下坡 没有想到货不单行又遇上了洪灾 将仅有的殃苗也冲走了 什么都没有剩下 他们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除了田地被毁 不少农民在洪水席卷时 只来得及带走随身财物 家中的其他电器和用品全部报销 印尼总统大选二月落幕后 印尼宪法法院今天正式驳回了 两名落败的总统候选人 阿尼斯和甘扎尔提出的法律诉讼 换句话说 在大选中胜出的普拉伯沃 他的总统大位不受影响 首席大法官苏哈托约 宣布裁决时表明 原告完全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证据表明总统大选存在舞弊 和现任总统干预的情况 也没有证据表明 国家机构地区官员和社会援助 用在选举之中 尽管有三人反对 但是有另外五名法官 同意驳回撤销普拉伯沃 当选资格的申请 普拉伯沃是以将近59%的得票率胜选 预计在来临10月 宣誓就职为印尼新总统 焦点转到东亚 朝鲜今天下午再次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 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外侧 这也是朝鲜今年第四次试射飞弹 对于这种挑衅动作 韩国和日本一如既往的炮轰平壤 威胁了区域安全 北朝鲜は本日15時台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召开记者会时 炮轰朝鲜试射导弹的行为 危害了日本和区域安全 更违反了多项安理会决议 日本政府已经第一时间 透过了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提出抗议 另外日本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 紧急下令设立信息收集和分析中心 以迅速提供准确的资料 避免飞弹影响民众安全 菲律宾和美国今天动员 一万七千名军人 展开为期三个星期的联合军事演习 堪称历年来最大规模的演习 这一次的地点集中在 菲律宾的北部和西部地区 靠近南中国海和台海的 潜在冲突爆发点 越南国海,坚围沙发 互相关的一切 成功地团 最常名为肩并肩的军事演习 集结了一万六千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 法国海军和澳洲国防军也会参与其中 这也是自1991年菲律宾开始演习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 主要模拟夺回被敌对势力占领的岛屿 和击落船艇等等演习 不过就在军演开始之际 菲律宾军事总部外出现了大批示威者 抗议这场演习可能导致南中国海局势升温 让两国冲突进一步加剧 是的 中国近期在南中国海 频频和菲律宾爆发冲突 中国青岛今天举行西太平洋海军论坛 也隔空喊话 强调中方愿意友好协商 化解海上主权争议 不过绝不允许善意被人滥用 一旦受到无理挑衅 中方会坚决反击 中国一贯坚持 从直接当事国 友好协商解决海上争论 但不允许善意被滥用 不接受国际法被歪曲 对蓄意侵权将依法正当维权 对无理挑衅将坚决距离反制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右侠 在开幕致辞时强调 海洋不是炮箭外交的竞技场 中国虽然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一定会维护权益 他直言 公共海域不应该沦为一些国家耀武扬威 逼迫他国就范的炮箭外交平台 唯有摒弃冷战思维 透过对话弥合分歧 才能够推动海洋和平安全 在以色列军队猛烈轰炸之下 许多加沙人的最后葬身之地 要么是废墟底下 要么是草草下葬 巴勒斯坦民防部星期天 再从纳希尔医院的瓦利堆和土地里 挖出60具遗体 当局在过去三天内 就找到了210具遗体 纳希尔医院位于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 这里过去几个月 遭遇了乙军的狂轰滥炸 医院还一度被以色列军人占领 直到他们撤离后 民众才敢挖出遗体 将死者好生安葬 医院出土的尸体 大多数都是最新一波 尾巴战争期间 死者亲人和医院工作人员埋葬的 民防部指出 汉尤尼斯还有大约2000名失踪者 埋在废墟下 加沙中部也有1000人 由于缺乏开挖用的重型器具 所以这些死者都只能在废墟下腐烂 无法安葬 以色列暂时没有回应相关说法 余总今天举行了授旗礼汤油杯征途正式启动 透过艺术收益资助种植树木 刚果人希望找回消失的神圣森林 体育消息 两年一度的汤油杯赛 这个星期六将在中国成都全面开打 我国健儿今天就共聚在羽球学院出席了授旗里 在启程应战前 聆听余总会长的一番建言 会长丹斯里诺扎认为 新一批球员是时候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更以最近高奏凯歌的飞听组合为例 强调只要状态好 没有打不赢的对手 诺扎也预告 要是球员为国家进账第六座汤杯 就会颁发丰厚的奖金 我国羽球队将在后天飞往中国成都 参加两年一度的汤油杯 余总今早在羽球学院 为国家队举行授旗礼时 寄望新生代球员能交出亮眼成绩 捍卫我国作为羽球强国的殊荣 国家队与自由人在本届赛事双剑合璧 共批国家队战袍征战 力求在男女团体最高荣誉的羽坛赛事 登峰造极 甚至一雪前耻 终结32年来的汤杯冠军荒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余总预告 一旦国家队成功摘冠 选手将获得丰厚的奖励金 至于数额多少 余总会长丹丝里诺扎卖了个官子 强调奖金是其次 重点是要新生代球员 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即将迎来余总会长升 中亚最后一届汤杯的诺扎 看好现役球员的表现 他以近期状态大好的飞厅组合为例 在宁波亚锦赛一路过关斩将 击退韩国世界冠军江徐组合 以及台湾奥运金牌领扬组合 最终勇夺亚军 借此勉励球员不要妄自飞搏 因为每名球员在状态大好的时刻 都能击败任何一名球员 诺扎补充 我国曾在汤杯五次摘冠 相关赛事在国人心中存在特别的位置 希望即将披衣甲上阵的球员 能在国际大赛充分展现爱国精神 团结大马球迷 另外首次挑起大梁 担任汤杯队长的男双球员苏伟毅坦言 团队当前最大的挑战 就是缺乏时间相互磨合 但作为领头羊的他会竭尽所能 在搭档谢定峰和李子佳的协助之下 让队友时刻保持最佳心情和状态 大马队上一次夺的汤姆斯杯 还得追溯到1992年 在那之后曾四次屈居亚军 最近一次是十年前的新德里汤杯赛 我国汤杯男队这次将在第一组 与丹麦 香港和阿尔及利亚狭路相逢 至于女队则会在游杯B组 硬碰泰国 中华台北和澳洲 今天适逢世界地球日 而主题是多移塑料不如少移塑料 面临天然灾害和贫困等等问题的 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 最近就有人利用了艺术产品收益 来资助种植树木 打造人造森林 对抗全球暖化 是的 这项绿化剪排活动的背后 其实是一段反殖民的文化历史试迹 当地人阔别半个世纪后 将殖民者雕像从美国运回钢国 他们也开始追溯到祖辈那一带 人与森林 人与大地之间的对话 在歌再舞声中 刚果小镇鲁桑嘉迎来一场别开生命的回归仪式 见证刚果历史的殖民者雕像 时隔50多年 从美国弗吉尼亚美术馆正式物归原主 近年来 全球前殖民地国家 兴起的追溯文物潮 也鼓舞了刚果种植艺术家联盟 向曾经殖民他们的西方国家 追讨属于本身的古文物 虽然这批雕像 只会在卢桑嘉展出半年 但对当地艺术家 而马布昆巴而言 已经是弥祖珍贵 这作品是为了抵抗 这作品是一个抵抗的抗抗 当它离开了地牢 我们没有联系 你现在看到很多人 不知道这作品的故事 我们现在知道这作品的故事 我们知道这作品的故事 我们有提供很多的旋律 就以巴洛特雕像为例 当比利时殖民官员巴洛特 在1931年一场工人起义中 被杀害之后 刚果人就将他的脸谱 刻在一尊木雕上 他不单标志着当代反殖民运动 如今雕像从殖民者手中 重回故土 更赋予这场运动新的意义 讲求前人种树 后人乘良精神的刚果人 并非只活在过去 在追溯历史之余 也懂得善用古文物的经济价值 他们将出售文物周边产品的获利 用在购置土地 重新种植在殖民时期 遭遗平的森林 我们使用的树 为能够有赋产品 去购买土 因为在带来的土地 我们还会再次摘森林 并让它生成了 那种草莓的草莓 你知不知道 那种草莓 为我们的父亲 它是全体的 甚至我们 今天它是全体的 因为那种草莓 是在同时 我们的厨房 与我们的厨房 与我们的厨房 普昆巴认为 重新找回文化和身份认同 其实跟保护生态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都象征刚果人 尊重自然和谐的精神 刚果种植艺术家联盟 目前已经透过文化经济 重新种植出 230公顷的森林土地 并放眼未来扩展到2500公顷 在鲁丧家打造 缓和暖化效应的炭库 恢复多元生态系统 造福后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